哈囉大家好我是Ryce 歡迎收看Enterbox Arctis Audio是台灣新創的藍牙耳機品牌 我想大家應該都沒有聽過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在這次評測使用的過程中 老闆有特別提到 Arctis One是他們推出的第一副耳機 主打旗艦款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希望能夠提供給台灣消費者更多優質的聆聽體驗 所以他們也搭載了高通的QCC 514E晶片 這讓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因為這套耳機的價格算是蠻便宜的 不到3000元即可入手 而且除了便宜和頂規晶片之外 金屬感的黑色外觀和自適應的主動降噪也是一大賣點 所以就讓我用這部影片來介紹這支Arctis One無線藍牙耳機吧 先來看外觀 外盒用牛皮紙箱裝著 上面印有Arctis的字樣和Logo 打開後裡面居然還有一個內盒耶 哇!Arctis Audio連3000塊的耳機都有做出內外盒的包裝 真的是非常用心 內盒包裝是黑底搭配上青藍色襯托 除了本體與充電槍外 裡面也包含一條USB A to C的充電線 三種尺寸的替換耳膠 說明書以及保護卡 充電線的長度接近26公分 攜帶很方便 而且還有充電5分鐘聽歌1小時的快充功能 充電艙有經過霧面處理 看起來冷靜、帥氣 而且蓋子的磁性很適中 開合的時候手感非常的順手 正前方有一顆指示燈 會依照當前的電量來閃爍 閃爍1、2、3下分別對應電量的70%以上、30%以上和30%以下 很可惜的是 指示燈就只會顯示單一顏色 所以如果是要看電量的話就需要花時間去看它閃爍幾下 不像顏色的顯示那麼直覺 背面則是USB-C充電孔和設定鍵 充電艙本身也有支援無線充電 打開內部 左右耳刻有提示字 加上耳機本身有設計凸腳 收放的時候不用擔心會搞錯 蓋子的內側有兩塊軟墊來保護耳機的本體 真貼心的設計啊 充電處也有設計勾槽 手指可以輕鬆的就將耳機拿出來 最後來看看耳機的本體 本身具有大面積的觸控面板與符合耳道的結構 面板外圍也有特別設計亮面金屬感 當初我就是被這個地方吸引到的 真的很好看 質感有大大的加分到 耳機支援路里爾偵測 但偵測的地方是耳機上的一個小黑點 有時候不小心遮到就會繼續播放嚇你一跳 初音孔為橢圓形的設計 佩戴的時候會更加舒適 最近有介紹到ASUS的ZenFone 9 橙日紅的外殼很搭Arctis 1 也更加襯托耳機的低調酷黑 在規格方面 重頭戲當然還是一開始就有提到了高通QCC 5141藍牙晶片 QCC 514系列是高通目前最新的晶片 強大的處理性能能夠讓音質表現更為細膩 也能有更好的主動降噪效果 規格是藍牙的5.2 可以讓傳輸更穩定 延遲更低 這些都是Arctis 1搭載了這樣的高階藍牙耳機晶片的原因 能夠讓使用者有更好的實際感受 在續航力上 官網標榜開啟ANC後能使用8-16小時 實際打開ANC並且用YouTuber播放音樂 1個小時約耗掉12%的電力 與官網標示的續航力差不多 編碼最高有支援到APTX Adaptive 本身也擁有CVC的通話降噪與快充功能 另外一大重點 就是它的自適應主動降噪了 自適應就是降噪的強度會隨著環境音來做改變 以減少降噪帶來的壓迫感 Arctis 1單耳具有3顆麥克風 雙耳的話96顆 像我以前戴著ANC耳機 從街道走進月台的時候 都會因為不正常的寧靜 而感到不適必須要拿下耳機 但最近戴著Arctis 1後 就不會有這種煩惱了 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耳機 隨著環境即時調整 就算去了圖書館 也是可以聽到一點自然聲的喔 喔對 Arctis有開發自家的APP iOS和安卓系統都可以使用 裡面的主要功能有開關降噪 或是切換成通透模式 以及調整EQ 另外還有選擇語音提示的語言 偷偷告訴你們中文的語音聲音很好聽喔 還有重新命名裝置以及使用協助 但是觸控的手勢無法自訂 所以剛使用的時候會有點不方便 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它的操作設計 另外通透模式有時段強度可以調整 非常細微 但EQ的部分是全手動 沒有預設可以套用 但這點不用擔心 待會會推薦個人很喜歡的EQ數值給你們 在音質方面 Arctis 1標示採用10毫米的大洞圈石墨西喇叭 個人聽起來屬於低音下潛不深 但是環繞感與細節度都還不錯 左側聲道分得很開 可以明確知道每種樂器的方位 聽輕音樂或是抒情歌時 揉揉的非常舒服 但是耳機的音量較小 聽歌的時候音量通常我都用50%以上 搭配上EQ 保證每首音樂都能夠讓你欲罷不能 這邊會推薦三組 第一組是流行樂專用 就是調高低音的64Hz、250Hz 以及高音的8KHz 雖然有些歌可能會上市一點細節 但可以聽到更深層的低音 以及更真實的人聲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流行樂 都會focus在中高音的部分 所以說雖然調低了中音 但能夠讓三頻更為均衡 聆聽的時候也可以享受到更靠前的人聲 第二組我稱作低音狂想 就是把低音的頻率拉到極致 而且調低高音的部分 屬於搖滾迷專用 但是人聲少的歌曲也蠻適合的 比如像是Jaze 但這組也有個很神奇的用途喔 就是如果你想學打鼓的話 用這個去聽想學的歌 哇!你會直接發現新世界 最後一組叫做阿卡佩拉 低高音的頻率保持不變 而拉高中音的1KHz以及4KHz 可以聽見很清脆的高音語 超清楚的人聲喔 有時候我拿這組聽阿卡的時候 都會有種仿佛歌手就在你耳邊輕唱的那種感覺 個人也推薦用來聽J-POP 因為J-POP都會有很多種類的樂器 而中音剛好就可以享受到每種樂器的獨特性 總結來說 阿卡提斯1很適合小自主 而且需要主動降噪的人士 藍牙5.2 自適應ANC 路利爾偵測 QI無線充電 快充5分鐘等等的功能 都一應俱全了 在這個價格帶就付給你這麼多高級的裝備 阿卡提斯 真有你的 很期待未來他們能夠端出更多耳機 能夠讓音樂愛好者 再增添一個選擇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邀請你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Ryce 我們下期再會